嗨 大家好 我是小Z 今天我要教大家如何上美国官网自己挑选衣服 脱小Z代购 因为小Z知道这个大家都很困扰 首先我先想去Polo买衣服 我打Polo 通常第一个连结就是Polo的官网 你点进去 然后我们现在在Polo的官网 像现在有特价 特价有一个叫Sale Sale我点进去 然后我今天想找我小孩子的衣服 我点小孩子的Sale 通常旁边有分年纪 所以我今天大约要找 小女生2到6岁 今天我看到我想买这件背心 然后把它打开来 首先你要先选你的想要的颜色 我想买桃红色尺寸 我买3T 通常旁边有一个尺寸 你打开来可以去看你小孩子需要什么尺寸 可是这通常是英寸 所以你要再把它变成公分 所以你这里可以参考看看 把它关起来 好我选好颜色 桃红色尺寸3T 然后把它放在购物车 这里购物车 它这里就会显示你一直把它放到购物车里面了 今天我再去挑其他件 挑个三件给你们看看 现在我就是去再去看有什么好看的 嗯我现在想买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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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选 选一个T恤好了 嗯 小Z今天想买一件POLO3好了 换成POLO3 我要买这件 这件POLO3 然后它只有一个颜色 所以我就只点这个颜色 尺寸 我点X 现在购物车有两件了 然后再挑一个给男生的 男生大家很喜欢大马的 所以我点大马 写答大马点进去 然后选这件有特价的 选个紫色 然后尺寸 2X 放在购物车里面 现在我也是挑好了 我挑了三件衣服 你可以挑更多件 看你想要几件 然后我现在要去购物车 购物车通常都在右上角 有一个叫shopping bag 然后去点它 小莉这次用的方法是 直接复制购物车 到Email寄给小莉 所以你用滑鼠去把它复制起来 复制起来以后 去复制它 复制它 然后到Email 写一个Email 把你的购物车贴上 把你的购物车贴上 你看东西都在购物车这里了 这旁边东西没关系 因为这里小莉看到你一样的东西就可以了 因为它有时候会跑 乱掉 然后你就寄Email给小莉 Z B-U-Y-U-S-F-O-R-Y-O-U-A-T-G-M-A-L-E-C-O-R 小莉的专业都找得到小莉的Email 然后抬头你就写自己的编号 小莉编号给自己是0000 然后你就写Poro代购 然后这边你可以写看你自己想要跟小莉讲什么 需要什么其他的东西 然后直接按寄送 这样小莉就会收得到你们的Email了 然后就会回复你报价给你 或者有另外一个方法是 可以用 假如小莉现在用Apple 所以你们的方法可能不一样 你可以用 如果你是用PC版的话 对不对 你就去键盘上 键盘上有一个这个键 在F12旁边 在F12旁边 你去点它按它一下 然后到小画家 复制到小画家上面 然后照相寄给小莉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用你手机照 可是记得 一定要把购物车的全部东西都照到 小莉才能找到这件衣服 如果只有图片的话 小莉是找不到这件衣服的 一定要有它的编号 颜色跟尺寸 小莉才找得到 好 希望这次的拍摄对大家有帮助 小莉下次再拍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方法给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